HELLO 大家好 我是專心 今天要再度回到 好一段時間 沒有回來拍的馬桶塔房 而最近為什麼阿星 都沒有回來拍馬桶塔房呢? 事情是這樣的喔 前陣子我每次來到功夫 就看到馬桶塔房裡面有很多的騙子 對就是那種 公然在大廳問大家說要不要來抽獎 被騙的人在大廳哀嚎 然後甚至呢 我還看到有人假冒我 在這裡面騙人 還記得很久以前阿星有說過 如果你有玩這個遊戲 在路上遇到我 千萬不要給我東西 但可能有些人沒看到影片 也可能有些人影片沒看完 總之我每次進入到這個遊戲中 就會有人告訴我說 阿星有人假冒你 我又被騙了 所以我拍這個遊戲的慾望 就越來越低了 一直拍這個遊戲 推廣這個遊戲 有一種在幫騙子騙人的感覺 想到就不是很開心啊 這就是我生日的最悲哀的事 不過最近聽說出了個魚人節活動 還挺有趣的 所以我今天就打算回來拍 雖然阿星今天是想要來拍魚人節活動內容 但是我說的是實話喔 千萬千萬千萬 不要在這遊戲當中 點滋潤型交易 把東西給他 因為他有可能是假的 話說回來 馬桶塔房 在魚人節活動之後 也更新了第72集的Part2 而他這次更新的是 星際升級版的 泰坦攝影機人 這隻 需要RB喔 499R 我想我們可以先買一下他 他除了提供輸出 擁有爆破能力 還能夠減速 手還蠻長的 有65 DPS高達5萬7千 嚴格來說算是一座還不錯的塔 蠻萬用的喔 所以說如果我們今天來到 棕櫚天堂 實測一番 好我們進來了 我們選一個艱難等級的好了 有這張地圖 有我跟四位觀眾 哇這張地圖 也改得太漂亮了吧 真的變成天堂了 哇我這幾位觀眾 他都有這一次活動的塔 像這個二亥二的攝影機人 還有這位微波爐人 都是 這個待會我應該也可以抽一波 喔還有前陣子更新的 升級版的攝影機步行者 這個版本動作比較流暢 哇升級的泰坦攝影機人 他的動畫也變酷了 好一段時間沒回來 很多驚喜啊 哇是泰坦系人馬人也是 他的動畫也很棒 雷射光還變色耶 升級版的泰坦電影人 看起來特效跟之前一樣 也沒有特別改過 哇這次回來馬桶塔房 真的帶過有蠻多驚喜的 無論是場地 或者是塔的特效 都越來越好了 是時候我們剛才實測這座 星際升級泰坦攝影機人 把它放前面 因為它有緩速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初始值 傷害750 攻擊範圍只有30 0.25秒攻擊一次 一開始減速能力是0% 它會產生爆炸 範圍是10 重點是它的外型 除了它手上這根拘留武器以外 它的上半身就跟一般的攝影機人 差不了多少 但多了核心傷害 那如果我們嘗試把它直接升滿 到達最大等級 它變得很像泰坦攝影機人 而且它還有飛行背包 最終數據是輸出 11400 攻擊範圍65 0.2秒出手一次 能夠減速馬桶的60% 它的爆炸範圍有20 一說真的我覺得這幾位觀眾都滿有真能量的 他們有一些人是新手 但是也盡全力守住了 其實塔皇遊戲的樂趣就在這裡 無論對手多難 只要盡興地玩 它就會是一款好遊戲 這位觀眾嗨嗨 他問了一個問題 如果在原作劇情裡 是升級泰坦電視牆 還是狂暴泰坦音響人牆 你們覺得呢? 歡迎留下你們的看法 其實這個星際泰坦攝影機人 蠻好用的 你們可以看到這些馬桶人都被緩到 快走不動了 這些緩速效果結合在一起 有一些馬桶人根本動不了 OK 第50波啦 POSE出來 GMAN 3.0 要直接被秒殺啦 結束實測 感謝這幾位小星星的幫忙 讓我可以順利實測 好 各位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進入今天的內容 在世界日號餘恩節 在這裡可以抽到 我們剛才看到的那些塔 我想試試看 能不能抽到0.1%的 泰坦希格馬仁 在抽以前 當然要使用幸運加成 讓我們快速召喚一波 哇 都是史詩跟稀有啊 那我把稀有跟史詩都賣掉好了 喔 總算出現了 傳奇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Mewin電視人 他DPS最高到1萬5 距離只有45 沒有很長 那我們繼續囉 喔 出現 泰坦希格馬仁 神話 哇 這次DPS有3萬5欸 其實沒有算特別高 畢竟我們的暴走升級泰坦一獎人 DPS有8萬 但剛才看他的特效挺不錯的 那這次阿欣也來辦久違的抽獎 這次我就來抽這兩隻好了 這次我自己留著 這兩隻送給你們 抽獎方式跟之前一樣 記得留言 並且在最後 at 加上你的遊戲ID 我會隨機抽兩人送給你們 那接下來 我要跟09來挑戰 惡害惡洲 也就是愚人節模式 而有玩過這個模式的朋友就會知道 在這裡面 塔需要用抽的喔 我們打算使用雙人挑戰以外 我們還要加一個規則 就是09只能在13579 也就是單數坡當中 去抽塔 當他抽到沒錢時 他就要跳坡 輪到我 我一樣 在2468時時 才能夠抽塔 如果抽到沒錢 或是決定不抽塔了 我也會按跳坡 就輪到09 用這樣的方式來看看 我們兩個 能不能夠挑戰成功 在我們的挑戰正式開始以前 邀請各位小新們 不要忘記啦 幫這部影片 先留下個彩色大拇指 讓我知道 你們想要看到更多的 馬桶塔房喔 那我們這集喜歡目標數 既然是 跟4月1號愚人節相關的 就來訂一下 1040的喜歡吧 So here we go 第一波是 09他要抽塔 他抽到了 幸運的影響人 第二波換我了 噴色背包影響人 這在早期還蠻好用的 現在可能就不太好用了 但前期還行 第三波又換他了 哇他抽到錢塔欸 也太好了吧 喔我懂了啦 原來我們是可以不斷的抽 直到抽到自己想要的塔 但是錢要夠 所以第一次播換我了 太棒了 DJ電視人 BUFF塔 所以我可以跳坡了 第五波是換09 他該不會要升級錢塔吧 欸他抽了盾牌升級了 其實這個蠻考驗合作的 像我知道他放掉了雙爪蠻好人 哇我得抽一個更好才行 現在這個要抽什麼 欸太坦升級了 這應該有辦法擋下來吧 看還可以 nice 換他 其實我也可以先預抽欸 喔這隻好像不錯 但一定沒錢放 換我了 我只想辦法守住後面了 我放這個好了 電視蜘蛛 可不可以 哇跑了跑了 no 哇慘了 我們只剩下250滴血 看要得抽個錢塔才行啊 錢塔錢塔錢塔 啊 現在第九波了 我不能放塔了 我得等我的回合開心 所以我就升級我的錢塔吧 09抽出了修理無人機 但是兩個突變馬桶 喔可以可以可以 擋得下來 太好了 nice 這隻 不用爆炸了 好這波換我了 我想辦法抽一隻好一點的 欸 這隻 我剛才才撤過 哇錢不夠 天啊太痛苦了 看來這波應該要繼續存潔 看能不能抽個農場啊 蜘蛛電視 這個也不錯啊 雖然沒有想像中的好 OK 平安度過 單15波 這是09的 我究竟還預抽好了 輪到我的波數了 快快快快快 時間快到 啊又沒得抽了 那我只好升級了 對把我的聖誕老人電視人升上去 然後把DJ也升上去 蜘蛛電視也升上去 哇這次只漏掉一個突變馬桶2.0 趁下來我多抽一點 欸換我的波數了 抽到啦 超級升級泰坦影響人 有了這隻 就已經贏了一半啦 來繼續抽農場 哇這波是15波 是09負責抽 欸輪到我了 希望可以多抽幾個農場 欸這個應該也可以吧 喔太好了 抽到聖誕老人電視人 超級農場 把錢用先投資進去 第17波 又輪到09 這波我應該要直接升我的農場 出來的是Gmail2.0 這個沒有什麼壓力 抽啊農場快出來 喔天啊因為規則的關係 所以單數波 我抽到我想要的也不能放 誰想出來這麼複雜規則啊 我飛機 不過我們應該擋下來 OK擋下 20波了 沒有什麼太強的對手 但痛苦的是我抽不到農場 先把農場升滿吧 哇這次非常重要的 農場快出來 聖誕老人電視人 我需要你啊 不要躲了快出來 26波了 我還是抽不到聖誕老人電視人 哇我抽到這個欸 升級泰坦電鑽人 這我放一個在這 今天把這隻 想要把它升滿 這隻也是 剩下的錢我就拿來抽啦 哇09都抽得出科學家 我從頭到尾沒看到半隻科學家 我抽了兩輪 還是抽不出聖誕老人電視人 或者是科學家 這一定只是因為我沒有訂閱 至尊心頻道 所以才會運氣不太好 我先來訂閱一下 馬上就能抽到欸 除了錢塔以外 我其實也是需要抽 DJ電視人 8分bub到全滿 想我們的對手是 爪蠻好人 現在我可以把 超級升級 泰坦音響人升滿了 喔有了 聖誕老人電視人 果然啊 就是要訂閱追蹤新頻道 才能夠有好運 精靈攝影機人 這個特效挺酷的欸 現在有 貝雷特火箭發射器 馬桶人 哇賽 他還戴一個貝雷帽欸 這個血量 534萬 一樣被我們解決 12波 我們的對手 其實也不太強 最後呢 是軍事火箭蠻好人 可以再把這個升級 泰坦電鑽人 給升上去 哇等級4 就有10萬的傷害 然後想這個飛行版的 無雙戰神可以賣掉 他沒有什麼傷害 傷害很低 那我們來試試 自動跳坡好了 撐不住的話再把他關掉 哇這個電鑽人 他把馬桶吸進去 繳碎喔 這個也太酷了吧 然後再把他升上去 到他最大等級 現在他的輸出有212500 非常狂 應該可以直接靠他 打到最後 其實我們還可以再抽啊 看他抽個緩速之類的 好的我抽到一個 升級的機械升級人 我們把他升滿 這隻DPS也有 25000 所以我的BOSS是 MICLE JACKSON馬桶人 血量488萬 被我們KO啦 我記得還挺輕鬆的欸 好的我們這一集馬桶塔坊 插播就到這裡結束啦 今天我們玩過的二亥二周模式 我個人覺得還蠻困難的 畢竟是要靠運氣嘛 再加上我跟09 使用了自訂規則 讓這個挑戰變得更有難度了 但我真的覺得這樣玩蠻有趣的 我甚至想過說 如果我們五個人去挑戰 那我們第一個人他可能是 第一波、第六波、第十一波 第十六波、第二十一波的時候 來抽 其他人就依序喔 這樣會不會也很有趣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你的看法 OK 那我們的影片 也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囉 感謝你們的收看 最後追照的當然是 不要忘記保持正面能量 我是任青 我們下部影片會 掰掰 歡迎在下部影片會不會也有所謂的 所以請然會否怎麼會 在下部影片會不會有多久 然後呂開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